你好,最近是圣诞节,很多人都很喜欢圣诞节,圣诞节的时候,你做什么? 你吃火鸡吗?你喝热红葡萄酒吗? 你要买很多很多礼物吗?或者你收很多很多礼物 如果圣诞节是你的传统节日,可能你和你的家人一起过 可能你们吃圣诞餐,你们吃烤火鸡,你们吃烤蔬菜 你们吃...我不知道你们吃什么 因为圣诞节不是我的传统节日 那中国人做什么? 圣诞节的前一天,在中文我们叫平安夜 平安夜 平安夜 啊,苹果 对,中国人在平安夜吃苹果 因为平安夜听起来像苹果 嗯哼,很奇怪 对,可是在圣诞节前一天 很多中国人真的会送朋友很多苹果 然后吃苹果 吃苹果 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做什么?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东西 那我听说在日本和中国不一样 日本人在圣诞节的时候吃肯德鸡 嗯,为什么? 差不多 对,所以在日本肯德鸡做了很多很多广告 肯德鸡叫所有人来吃肯德鸡 嗯哼,在日本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吃肯德鸡 你觉得吃苹果奇怪 还是吃肯德鸡奇怪 好,那我听说 犹太人也不一样 一般来说 犹太人不过圣诞节 可是圣诞节的时候 很多很多饭店关门了 嗯哼,犹太人可以吃什么? 犹太人只能吃中国菜 因为只有中国饭店没有关门 中国饭店还开着 对,所以犹太人去吃中国菜 现在我听说 嗯,圣诞节的时候 犹太人会去吃中国菜 在澳大利亚也不一样 在很多很多国家 圣诞节的时候很冷很冷 因为圣诞节的时候是冬天 很冷很冷 可是在澳大利亚是夏天 很热很热 所以很多很多澳大利亚人 喜欢去海边 那澳大利亚人吃什么? 吃烧烤 嗯哼,烧烤 烧烤 吃海鲜 可能你也觉得很奇怪 所以在圣诞节吃什么最奇怪? 第一个,苹果 第二个,肯德鸡 第三个,中国菜 第四个,烧烤 你觉得哪一个最奇怪? 圣诞节的时候 你做什么? 留言告诉我 谢谢,再见 再见